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风华的竞争对手 范高涵 你怎么跟他们混在一起 我 我 我念你也是范家人 实话实说 我可以放过你 不然 都是张东阳指使的 他想压低风华集团股价 好趁机收购 还说以后会让我做风华的总经理 你个废物 竟敢出卖我 张东阳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张少做事还轮不到你来教训 别以为你会点功夫 小爷就会怕你 谁家还没几个高手啊 哦 原来是个见过世面的 陆大师 给他见识见识你的绝招 是 这人 好像是聪明昭昭的陆远 不行 他是我的熟人呢 嗨 是藤 这尊大佛怎么会在这里 陆大师 快给他点颜色瞧瞧 闭嘴 大佬 方才不只是您 还请恕罪啊 这么怂了 不是要给我好看吗 您说笑了 就是借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对您不敬啊 行了 少拍马屁 让张东阳和范高涵来给冯小姐道歉 听到没有 还不滚过来 对不起 我们错了 你们以后别再出现在我眼前 范高涵 你明天就退出董事会 他的话 听清楚了没有 是是是 您放心 若是再有下次 不劳您动手 我亲自收拾他们 好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陆大师 他不就是个普通舞者吗 您为何如此忌惮呢 你不懂 若是我刚才不给你个台阶下 你此刻已经没命了 不至于吧 你好歹是在鼓舞界排得上后的 竟然都敌不过他 人外有人 我甚至不及他实力的十分之一啊 楚衣 谢谢你又帮了我一次 应该的 能被我楚衣当朋友的人不多 你算一个 今天救出了内鬼 我就能安心离开风华集团了 你要离开 为什么 在风华这些年 是为了报答爷爷的养育之恩 接下来 我该去做我真正喜欢的事了 这样也好 要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尽管开口 嗯 那我就先告辞了 喂 楚衣 别看了 人家美女都走远了 潘家乙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昨天微信群里不是通知吗 今天咱们老同学聚会啊 那么多群 谁看得过来啊 早就开免打扰了 秀 这不是咱们当年的校草楚男神吗 怎么 走路来的 我说我是路过你信吗 潘北女 要不要我烧你啊 我这刚提的大奔 两步路而已 就不麻烦你了 我跟楚衣一起 哼 真不是抬决 在大学里我就讨厌她这副样子 还是一点都没变 不过 参加聚会 你穿成这样可不行 那里有个服装店 走 我带你变装 这样就帅多了嘛 你还是这么热心 哪有 我也是分人的好吗 哎呀 倩倩你就别哭了 让人看见了多扫兴 我心里难受啊 我老公她 是他们 前世我未曾参加过同学聚会 只是听说宋倩倩最终寻了短见 果然 阴气缭绕 若是不加以扭转 这次恐怕也是同样的结局 你呀 多找找自己的原因 有没有认真做保养 就是 看你那副黄脸袍的样子 哪个男人受得了 琳琳 多年不见 你尖酸刻薄的样子 一点没变啊 你说谁尖酸刻薄 当然是往别人伤口撒盐的你 哪来的土炮 我们是在让他认清自己 懂不懂 楚夜 别装动 你力攀的这个富二代很有实力 怎么都不过的 富二代就能把嘴剑当有趣吗 你 现在立刻向宋倩倩道歉 你脑子有问题吧 让我道歉 你算老几 楚夜 不要再激他了 这事都是我引起的 都怪我 倩倩 没事的 我倒是想看看他有什么本事 是死活的臭小子 欠揍 神语 什么东西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这种人不配跟我上桌吃饭 就在这里待着反思吧 琳琳 看好你家狗 别再放出来咬人 你 给我等着 宋倩倩 如果现在不开心的话 你不妨离婚吧 换种生活方式 可是 我已经当了几年的家庭主妇 离开他又能去哪儿呢 如果你需要的话 可以找这个人安排你的工作 异航集团 这 这不是最近风头正盛的公司吗 我真的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你可是咱班的学霸 离开那个男人 你一定能过得更好 嗯 我明白了 谢谢你们 希望他这一世 能有个好结局吧 各位都到了 都还没动筷子 是在等我吗 大明星来了 欢迎欢迎 还以为你没时间来呢 老同学的聚会 我怎么会不参加呢 楚衣 闷头喝酒有什么意思 怎么不跟我打招呼 大美女 你现在可是明星 她恐怕都不敢看你吧 哼 也是 现在的她给我提鞋都不配 从刚才开始 就在那里自言自语 你看我理你了 跟你这样的货色谈过恋爱 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污点 你 传闻陈大师 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寿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元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嘿